金管局2017年起卖大包 在中环金管局资讯中心出 价值13.8万元的税钞指证 每个只售100元 不过制作过疑似甩路 今天20日金管局公布 最近获悉指证内 税钞数量不足了 为达标签上标示的约属 会向回收市民退款 又对事件表示歉意 金管局称 最获悉资讯中心出售的税钞指证内还10块 用来加指证重量 加强其指证的功能 不过因而另岁数量 未达到指证标签上标示的约属 金管局于 向已购买又希望退货的市民 安排回收联络方 并且退款 当局对造成任何不便表示歉意 据了 有市民不慎打破该指证 于是东窗事发 而该季品已有一段时间没有出售 这款指证不时在二网站出售 最新一键拍屏所价600元 比官方售价高5倍 这款税钞指证是2017年开始发售的新春大礼 每指证都声称用上138张金牛1000元纸币的税钞 即市面达到13.8万元 但每个售价只是100元 认真损货 其实这 遂超市印刷后未能通过严格测试 而无法发行 钞票 并要处一段时间才够做成指证 而金油数 尤其少 所以金管局当时称 指证经常缺货 真正快有手漫无 若已购买指证的市民希望退回货 可致电金管局资讯中心热线28781111 或电油致雨当 联络 星岛X里大携手推动永续发展ESG认证 华记加许里2023把握报名机会 星岛头条APP经易推出 新版本 请立即更新 浏览更精彩内容